近日新疆旅游自驾线路国道217线独库公路沿线出现降雨降雪天气 部分路段发生泥石流一度实行交通管制措施 截至今天上午11点独库公路交通管制已经解除 交通正在恢复中 从6月28号晚上开始独库公路乌苏段出现持续降雨天气 导致部分路段发生泥石流 当地紧急组织抢险队员和机械设备对道路进行清理 当晚独库公路高海拔区域还发生了强降雪 平均积雪厚度达30厘米 局部风吹雪路段积雪达60厘米以上 当地牧民和游客近百人滞留 我是在665公里处房屋的牧民 因为现在上海吓呼雪了 所以我们五四交警队把我送还上去 非常感谢我们五四交警队 到我们养房走 找到我们家人就放心了 在多方合力救助下 被困人员被转移至公路驿站暂时安置 我们下转移至公路驿站暂时安置 我们下转移至公路驿站暂时安置